下午2點多明明不是午餐時間 店外一堆人等著陸座要來講米歌 到底有什麼迷人之處 很便宜啊 比其他的那個光光面 因為他少碗就20塊就超級便宜 哪邊來 新竹 那新竹你吃得到這家 看不到 新竹都看不到這價位 至少都40多把醬 好吃啊 評價好吃 實在很便宜 很便宜 鱼上陸燥放上魚鬆米糕 打工告成 這一碗只賣25元 客人直呼好便宜 原來是因為這店面是親戚免費提供 才能賣這個價錢 來到另一間傳到第四代的國燕米糕 類似的一碗米糕要賣40元 聽到同行賣25元而已 年輕老闆也很意外 他可能是薄利多小吧 對啊 不然以前的米也漲價 豬肉也漲價 花生也漲價 對啊 因為你還要加上那個房租 還有人力的成本啊 除非他房子是自己的啊 也是沒有電租壓力的 還有這一間面店 員工都是自己人 價目表一看真的很便宜 水餃一顆兩塊到兩塊五 分量還不小 蛋花湯10元 客人多半是在地人 有些蠻貴的 有些賣觀光客的 就都蠻貴 對啊 這裡可能觀光客比較不知道 所以對啊 所以這是你們在地人才會來的就對了 對 所以希望觀光客不要來 便宜好吃啊 爐到油亮的各式滷味和招牌乾麵 水餃一顆4元 從小攤子開到三角窗的大店面 50年的眷村古早味被客人封為台南最狂麵店 味道 它老味道啊 它現在已經好幾十年了啊 可是它味道從小時候吃到現在都沒改變過 台南小吃有口碑加上價格普遍親民 也難怪不是用餐時間人潮依舊弱繹不絕 東森新聞木將有林韻信在台南的採訪報導 掌握天氣動向帶來最詳細的氣象資訊 在東森新聞24小時YouTube直播 趕快來按讚 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哦